请 这么说 黑鸟先生损失了一大批货 是 这对我们策划已久 和即将展开的华北自治计划 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班内先生 本来我是替军部那些人打前站的 可那些蠢货 根本都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不给予任何的帮助 现在他们竟然要搞什么和谈 把军事力量撤到长城以北 简直唇上加唇 他们这样 恐怕我连控制煤矿的计划 最终也要落空 那黑鸟先生的意思是 没有军事上的威胁 那我设备换股权的计划 终将是一支空谈 其实 你不要过分担忧 事情并没有达到 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的地步 灯天先生 您有什么高见 我倒是有个计划 这个计划 虽然不能 让你达到完全控制煤矿 但是至少 可以让煤矿 脱离和服的控制 大夫 我家老爷他 老爷是心病 没了心气 无药可救啊 大夫 无药可救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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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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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回来了 还把大少爷也带回来了 二少爷回来了 对对对 董灵 董灵 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都到门口了 老爷 老爷 带回去 带回去 老爷慢点 什么 老爷 老爷 回来了 冤酒 爹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都来啊 爹 都 都命 哎 叫我来啦 回来了 爹 爹回来了 老爷 是大少爷 二少爷他们哥俩 是都明都亮啊 爹回来了 是真的 老爷 爹 是我们 我回来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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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 爹 爹 你怎么了 爹 爹 快 扶我爹坐下 爹 爹 你慢点 你没事吧 爹 爹 你别见我 老大夫 快看看我爹怎么了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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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没什么大碍 就是胸口 闷了一口气 吐它就好了 吐它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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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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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你哥 从日本人眼皮底下 把机器送进来 事先不告诉我 你去找你哥 你也不告诉我 你们俩这样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你 你妈和我 怎么哭 怎么哭啊 爹 我错了 爹 您原谅弟弟吧 这次要不是他去找我 我真的就回不来了 爹 我们一家人 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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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走 走 赶快看看你妈妈去 快 爹 快 走 爹 您慢点啊 爹 小四大菜 二师爷 二师爷 赶紧吩咐下去 准备饭菜 让汪兄弟 还有他们的弟兄们 在大厅休息 我随后就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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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来 你出去 我让你出去 那行吧 把门关上 我听说了 这两天 沈大哥是一口饭也不吃 是不是嫌他们做得不好啊 来 尝尝我的手艺 汪姑娘 这个山寨你说了算吧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沈大哥 你别生气 我们就是想多留你几天 不是 留我 留我 你跟我好说好商量啊 把我绑上算怎么回事啊 都是兄弟们不会办事 回头我教训他们 替你出气 来 来 来 先吃饭 我没胃口 我待会儿吃 不行 我就要现在看着你吃 当我面吃 我告诉你们老姑娘 我跟你明说了 第一 我一定要回到军营 找我的部队 第二 你们即使把我绑在这儿 也留不住我 我迟早要走 所以你答应 我现在把它全吃了 不答应 我一口都不吃 你 你欺负人 我吃 我吃还不行吗我 你帮我绑着我怎么吃啊我 我喂你啊 算了 我也就那么一说 你还是自己吃 回来了 快了 快 bardzo 亮晨 啊 怎么样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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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放言放多了 我没做过 以前都是他们管做饭的 没事 多吃点米饭少吃点菜就好 嗯 又怎么了 生日 我虫子 帮姑娘回去 帮 哎哎 大姐 大姐 沈大哥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 我大姐亲自下厨 你还挑三解四的 好家伙我们兄弟谁有这口福啊 你可伤了我大姐的心了我跟你说 这位兄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 我 你好好想想吧你 鱼姆疙瘩 好家伙 好家伙 毛迅主啊 这一次多亏了兄弟们把设备给运回来 要不是你们哪 这事没那么顺利 兄弟们 你们的房间 我都已经吩咐人啊 收拾出来了 这几天你们在北平 就吃好 喝好 玩好 好 玩好 玩好 吃吃吃 我乱住 这几天我矿上的事情 还忙着 可能啊 不能经常来陪你们 对不住了 你忙你的 不用陪 我们兄弟 爱去哪儿去哪儿 用不了人陪 是不是 对 好 兄弟们 再开一个 来 来 来 回来 来 来 回来 叫你们老爷出来 回来 回来 何天啊 想不叫父之过 你给我出来 对不起 你再不出来把我惹急了 我已把火点了那宅子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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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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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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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我说句话 您把那伙伴扔了 您这要是烫着别人 烧着自个儿 这多不好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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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敢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欺负了本王的格格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你心里没鬼 为什么给我姑娘钱 那还不是因为您 一直臭大烟 把家上全给臭光了 我是可怜男性 才给他的钱 可怜 笑话 堂堂王府的千金格格 用你可怜 分明你是心怀不轨 我 那 那 王爷 您说该怎么办 好吧 一 恢复王爷的名誉 二 证明了格格的清白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你花重金 马上下片礼 定日成婚 要么 咱们建官 盼你个牢狱之灾 没事 交给我交给我啊 那 王爷 那 王爷 行了 您不就是想 额点钱吗 这什么话呀 要多少 没问题 老三 二少爷 领着那王爷去账房 织五百大洋 领他去我的账房 王爷 您这边请 您就跟他去拿钱吧 行了 都没事 散了吧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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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这边 请 来 这边 你们账房到底在哪儿啊 开到了 开到了 走吧 来 你怎么坐下了 不走了 不走了 你小子故意溜我呢吧 来来回回 谁 在这院子转了两圈了 你当我瞎呀 你这不到了吗 来来来来 来 就这窝 这是账房 对 这就是账房 来 来 开门 开门 你小子困我 你真把我们家二少爷当傻小子了 想讹就讹 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看在蓝星哥哥的面上 我们二少爷在大街上就揍你了 别走 给我开门 二爷的车 没事没事没事 你看后边的马车 肯定是 来了来了 哎呀 二爷的 这一车就是人的 啊啊啊啊 这几个马车 哎呀 二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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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 你早回来了 啊 我都 哎呀 二爷 辛苦了 听说你 为了接应设备 只身前往光外 我们老哥几个 都担心死了 幸亏人祸平安 真是皆大欢喜啊 皆大欢喜啊 各位 有了这些设备 日后煤矿效率提升 所获得的利润 大家人人有费 同时我希望大家记住意义 利红煤矿 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煤矿 有什么问题 我们自己解决 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 让它强大起来 你们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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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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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黑鸟先生 没想到何公子 果然有些本事 十天的时间 真把这些机器设备运回来了 既然说到就得做到 二爷 你为煤矿立了大功 我们老哥几个早就商量好了 准备在香敬斋摆一转 为何二爷庆贺庆贺 是啊 是 是 大家的心意我理 但是机器设备刚刚运到了 还得安装调试 所以呢 这酒夜就免了吧 我还是希望大家从今以后啊 齐心协力 同舟共济 共榜煤矿的长远发展 没问题 以后何二爷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干 是 对 二爷 您神通广大 就算我们有那心思 也逃不过他的掌心啊 对 是不是 以后就听二爷了 对 听二爷的 就听你的 就听你的 把室备拉进火区 尽快安装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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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杨舍呗 好 好 来 看看杨舍呗 对此黑鸟先生 有什么对策 好 怎么样 没伤着吧 哎呀 我不重要 哎呀 我不重要 关键是我对这宝贝啊 我 可别给我碰壞 我干嘛呢 我的宝贝啊 我的宝贝摔碎了 我怎么倒霉啊 好 好 起来车 起来车 这 这是我的传家宝啊 我我找赌行的人看过 是个老姑娘 让你给撞碎了 你得赔我 哎呀 这个比我的命还值钱哪 你把他撞碎了 我这 我 你们杀了我得了你 哎呀 怎么能破东西 能值几个钱啊 什么叫破东西 你不撞我他能破吗 我告诉你 至少值两千大洋 哎呀 你们快来看看哪 哎呀 他把我撞了 他还不认账啊 你们大家平平礼啊 行行行 这在什么似的 你先起来 起来我赔你钱 不行 你先赔我钱 你先赔我钱我再起来 我怕你不认账 不行 快来看哪 这个人耍无赖啊 胡说 麻烦去一趟宪兵队 就说发现了一个逃兵 让他们赶紧来抓人 二百 给我二百大洋 我马上就走了 给我二百大洋 你给我二百大洋 我不让宪兵队来抓你 我不让宪兵队来抓你 别走啊 别走啊 二少爷 你怎么发现他是逃兵啊 你怎么发现他是逃兵啊 不是逃兵 脚上穿军蟹干什么 脚上穿军蟹干什么 二少爷眼真毒 走吧 回去 走吧 回去 这大晚上的你收着东西干什么呀 我要走 走 去哪儿啊 南方 我这个小祖宗哎 这一天到晚的 正不知道你这脑子里 在想些什么 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跑南方去干什么呀 我自生自灭 用不着你管 又和你阿玛赌气是吧 不值得 从今晚后 你就当没这个爹了 我有正经事告诉你 我有正经事告诉你 听说那个何家的二少爷 回来了 南芯 东鸣啊 汪汪汪 来 这是南芯最爱吃的烧鸡 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你先坐吧 我就给你沏杯茶 好嘞 谢谢 坐啊 好 南芯 你这大晚上的 背个包袱去哪儿啊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看看你呀 总算是把手头的事情 给忙完了 来 我告诉你啊 你爹在我那儿啊 我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你放心吧 但是咱们这一次 一定要让她 把这大烟给系啊 还有别的事吗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没事 以后咱们别见面了 不然不清不白的 被人说了闲话 毁了你的名声 不好 这谁胡说八道乱嚼舌根的啊 你甭管谁说的 我不会连累你 你给我的钱 我会还给你的 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可怜我 你 你听见我跟你爹说的话了 来 今天那 那是情急之下 我故意说出来蒙你爹的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背的包袱去哪儿啊 随便 找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开始我的新人生 什么 不行不行 艾姐 你不能去 你哪儿也不能去 艾姐 你听我说 你如果有什么委屈 你告诉我嘛 东明 喝茶 来 喝茶 谢谢婆婆 这个可是宫里测得上洞的普尔 就是得花工夫 慢慢地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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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谢谢大家 你好 谢谢大家 娘不管你们俩的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 她要是真心想娶你 就那栋真壳的 我也得借用他的真心不是 我可要叮嘱你一句啊 千万不要傻乎乎的 就 就给了他了 像这样的富家子弟 花心着呢 娘 你在说什么呢 别不听老人言 娘全是为你好 去哪儿啊 汪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 怕你溜走了 就一直在这儿守着 我在这儿耽搁的时间 已经太长了 所以我打算 回到我的团部去 那你还回来吗 我可能不会回来了 汪姑娘 我觉得有些话 说明白比较好 我是一个有家事的人 不可能 我没骗你 我还有一位母亲 一个妻子 她们都在南京老家 其实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 我也就那么随口一问 行吧 那你执意要走 那我送你匹马吧 那不行 汪姑娘 我欠你们山寨已经太多了 骂我就不要了 这儿离北平那么远 光凭你两条腿 什么时候能走到啊 行了 就这么定了 我给你背马去 我给你背马去 我如果去北平 能去军部看你吗 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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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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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遣队长沈家良回团部报导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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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了兄弟们的性命 请团座出发 先不说这些 来 坐下说 来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我要告转 不能进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我要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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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进 不能进 我是个王爷 什么王爷 都什么年代了 告诉你们 放在二十年前 你们就砍头 赶紧走 我真是王爷 小的给王爷请安 你说什么 小的给王爷请安 终于见那个明白人 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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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 在哪儿当差 小的叫许老肯 现在呢 搭听点小买买 王爷 我呀 我这儿有一件宝贝 想请您过过目 您呢 以前是黄金国戚 肯定识货呀 不是 瞧瞧您 您瞧瞧 呀 哎呀 他你 哎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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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了 一件好好的宝贝 让您给毁了 应该怎么办吧 哎呀 倒是个物件 看橙色 是明带官有的 您老董眼 本来啊 我想给您看看这宝贝 您老要是喜欢呢 我就便宜点卖给您 哪想到您这么不小心 把他给毁了 您看这让我怎么 小子 想讹我 好啊 我从裤裤当脸往外 掏坏的时候 你还在你娘的腿肚子里 赚金呢 老东西 想耍赖啊你 这儿可是警察局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给你送进去 好啊 我正续告状 他们不让我进 你能把我带进去 打赢了官司 银子送你一半 哎呀 虎落平阳被犬欺啊 这儿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还是凤凰毛没齐 你 毛齐了 凤凰是凤凰 鸡就是鸡 你这你这少背话 你说吧 我这宝贝你怎么陪我 谭总 我不想要什么嘉奖 我只希望军部 能厚待我那些 兄弟们的家属 这样吧 你也会赢 休息一天 至于你的连队 我会再调些人马 增添进去 是 别瞅了 金鹏就是热闹呀 是咱们山寨比不了的 是咱们山寨比不了的 胡鹿居 小哥 闻到外味 这给那天在寨子里被烧掉的烟土 一个味道 这也就是大烟馆 以前我下山的时候见过一回 这东西真的有那么好吗 你看 之前那个人刚从里边出来 摇摇化泡 就跟喝了多少好酒一样 大哥 要不咱们也试一下 你给我听好了 这个东西 咱们兄弟绝对不能碰 对 像当年我三爷爷 也就是因为抽这个抽死的 就一次大哥 咱们尝尝什么味道 一回都不行 每个人都是跟你一样想的 可只要一回就会上瘾 明白吗 是 大哥 不过咱们兄弟不能抽 却可以利用这个发财 爷 您慢走 三爷 别慌在门口瞅着呀 就让享受享受 下回吧 你穷 你说什么的 你穷 把你的脾气给我收着点啊 行不行 想打我 把你们三个狗眼给我争大了 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我说这位兄弟 请问你说话能不能客气 行 一看就是山里来着土豹子 找死也不看看地方 敢在这儿是大爷 我们老板可是日本人 大哥 你这脾气可比我大多了 原来是鬼子的狗腿子 还敢在这耍横 我呸 行 你给我等着 谁 怎么办呀 咱们的人可都不在 对付这些人 咱们仨足够了 大哥 这里可不是咱们山寨 要闹出来人民那是饭坊的事 咱们还是走吧 说得有道理 那就不枉死理打 不是 你 来 翻上 大哥 咋办 打架 我最喜欢 来吧 来吧 给我上 爹 找我 走 我问你啊 你把那个那王爷 怎么处理了 本来吧 我想先关他一段时间 让他把燕吟给借了 可是没想到呢 他自己敲窗户跑了 跑了就跑了吧 今天叫你来啊 是要跟你说这么个事 你跟这个蓝芯小姐私下里 到底有没有事 爹 您可千万别听她胡说八道 她就是想讹点抽打烟的钱 我跟你说 人家可是挺在意你的啊 那天 阿财廖报信 她也是一直追到院子里边 来打听你的事 她可关心你了 是吗 是吗 我看出来了 你小子心里有他 行 我立马派人 把这么亲事就给你定下了 就这么回事 你呢 早就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 你别看 现在那家破败 当年她和我们何家 那是视角 而且人家还有恩于我们 如果你跟蓝芯结婚了 也算是 我们对那家的一种回报 你也太快了 不快不快 不提了 这事就这么办了 我再跟你说另外一个事 你带来这些人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啊 这都是些三角九柳 说白了 就是些草口 赶快早点把他们弄走 别惹事 可是弟 他们来的时候 我答应过他们了 要留他们多住几日 在北平城呢 好好的看一看 逛一逛 说出去的话 咱不能收回吧 咱 咱们和服可是大户人家 干不出这种事 爹 您放心 有我看着呢 没事的 还打吗 把他们带进去 走 起来 快 走 下去 陪着 过去啊 快做出去啊 走 快肚子 走 三位 Rebecca 小小姐 千万别闹出人命 什么玩意儿 你就是这里的老板 我只是个款账的 听说你们这家店 是日本人开的 是是是 那这么说 这所有的东西 都是小鬼子的喽 是我们老板啊 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想活命 这几天最好到远点 明白了吗 听话 告诉兄弟们 有什么想去玩 想去看的地方都尽快去 回山寨之前 我们还要作弊大乱呗 好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王爷呢 没想到你个老东西比我还穷 你瞅什么呢你 你想要带钱没有 借过点 我去烧一泡 我 我发现你还真是个老不要脸的你啊 是你欠我二百大赢 你还敢跟我借钱 小队 跟我玩家丑 我告诉你 本王爷是玩鹰的 老东西 老东西 给我围上 把船给我 老东西 人找着了吗 找着了 我把我们家的 祖传的一个瓷器 送到拍卖行去 这小子给我撞碎了 人 东西我都带来了 找他要 你个老东西敢讹人 是你欠我 别管他找他 欠我再找 玩鹰的 你给我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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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舒服 那夫人 大喜啊 是王妈呀 真的是 恭喜夫人 我这是来给你道喜了 来来来来 坐下说 坐下说啊 来 坐坐坐 不知道 这喜从何来呀 有人看上你家闺女了 你知道是哪家少爷 请我来说亲的吗 哪家呀 就是北平城 大名鼎鼎的一个大商家 你看 带了这么多礼物 我提了一路子 好沉哪 大夫人您瞧瞧 全是真金白银哪 还有一对金手术 来 让王妈瞧瞧 没瞧 什么好瞧的 大姑娘夹得害羞 大姑娘夹得害羞 不知道究竟是哪家少爷 想娶我们家闺女啊 何四昌老爷家的二少爷 何东铭 你真认识他呀 这哪能不认识呀 那夫人 你看 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那夫人 这就是缘分呐 这门亲事不好 要我说成 就这么定的 爱错过对的时间 泪藏在笑容背面 相拥着温暖 你永远 幸福总是擦肩 心留在你身边 梦醒来诺言一样 思念着纠缠着 似水流年 天恋恋了 天恋了 还是再见 照着青春滑过 照着青春滑过 我们都曾经声说 像流星一样散弱 留下了是非对错 充满的理想狂游 陪时过尘埃眼光 月薛的年华已不再 这茫茫的岁月不离 看得理想狂游 陪时过尘埃眼光 月薛的年华已不再 这茫茫的岁月不离 汕茫的岁月不离 那是中文的距离 无论之天太 盼快 results 感谢观看